遥想在今年10月苹果发布会的时候 我说过 AirPods Pro 2代 更长的续航 更好的音质 更强的降噪 还有新的充电壳 终于可以拿来当AirTag用了 但最让我欣喜的 其实是终于可以调音量了 我真的有考虑 就因为这个调音量 去换一个新的AirPods 但好像又没有成个必要 应该不会买吧 应该吧 所以其实真的 你要相信我 这个AirPods Pro 2 我是本来真的没有准备买的 所以一直就没有下单 直到黑五那天去Target买菜 突然发现 买100刀的苹果理卡 送15刀的Target买菜理卡 我聪明的脑瓜子 马上就反映过来 这叫85折 所以我毫不犹豫的买了4张 兴高采烈的回家 然后发现 在苹果官买AirPods Pro 2 还额外送50刀的苹果理卡 那就是85折之后再8折 看来这就是上天 给我的买买买信号 所以 他今天到货了 那就让我们来简单的聊两句吧 又有朋友们 好久不见身想念之症 AirPods Pro 2 已经发售一个多月了 很多大佬都已经测过了 它的音质怎么样 环绕音怎么样 降噪怎么样 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所以我就没有太多废话的必要了 所以这些视频呢 我主要是想聊聊为什么我在有一代的情况下呢 还是最终买了这个AirPods Pro 2代 当然了 主要原因就是刚才那个85折加8折啊 不过呢 除了价格之外啊 其实它还真的是有一个很吸引我的点 所以我才会下单的 那就是这个充电壳 事不相瞒啊 这是我AirPods的常态 就是大家可以从这么一大串的钥匙看出来啊 我是一个有车的人 不是 我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 我经常会找不到钱包钥匙和手机 所以为了找手机 我买了苹果表 为了找钥匙 我买了AirTag 为了找钱包 我买了个包 然后在里面放了个AirTag 所以为了找我的AirPods Pro呢 我买了个壳 然后把它挂在了我的钥匙上 而这个二代的充电壳 自带的AirTag功能呢 就完美的解决了 也不能说完美吧 就是看着没有那么臃肿 但好像又显得我买了这么多AirTag 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 啊 说到AirTag啊 我现在还有两个原封不动 还躺在包装盒里的 就连我妈都不要真的 除了这个额外的AirTag功能之外呢 这个充电壳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也是非常吸引我的 就是它终于有MagSafe 可以吸在Apple Watch的充电器上充电 这一点啊 如果你长期使用过没有磁吸的无线充电板 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 特别是当你晚上睡前 认认真真地把手机放到了充电板上 以为已经充上电 但是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 不知道为什么它根本没有充上电的时候 你真的会非常感谢MagSafe 对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 就是一个磁铁 但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用的无线充电方案 这个是我几年前花重金买来的无线充电板 价格我就不说了 不是人显得我真的不太聪明的样子 本来我是把它放在我的床头柜的 但是它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就是它没有磁力 每次放手机的时候我都要小心翼翼的 甚至有几次啊 我放在上面的时候 它已经显示开始充电了 但第二天起来就莫名其妙的没有充上 就当你带着电量只有20%的手机出门的时候啊 那种心情真的是非常酸爽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当年买它的时候 AirPods Pro还没有出 所以它这个放耳机的凹槽呢 是刚刚好只能放二代AirPods的 也就是说当我把AirPods Pro放上去的时候呢 就不是很合适 中间就会有一条小小的缝隙 特别是后来我还买了个壳 导致它这个缝隙就更大了 所以它会有充不上电的情况 导致最后我只能又买了一个无线充电器放在床头 但即便如此呢 给AirPods充电的时候还是要非常小心翼翼的去对准 不过现在这个二代的Pro的充电可有了MagSafe之后呢 我就可以放心的直接放去Apple Watch的充电口了 不用担心没有放准的问题 同时呢因为它多了这个充电的提示音 所以可以说算是双保险了 让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担心它到底在不在充电 以上呢就是我买这个二代Pro的所有原因了 聪明的你可能就会发现了 我买它的原因好像只是因为这个充电壳和耳机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啊 当年那个很吸引我的调节音量的操作嘛 Well 就是后面我发现我有苹果表啊 就可以用苹果表来调音量啊 所以当我发现我自己其实只是为了一个充电壳来买了一个二代的AirPods Pro的时候呢 我突然就想知道一个答案 那就是如果我只是买了一个新的二代壳 然后把我的一代耳机放进去 到底能不能用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考证一下 好的朋友们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啊 这两个是他们的包装盒啊 啊 其实本来没有想做啊 只是说看到之后发现他们两个居然是除了 就除了正面的图片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一代的 这个是二代的 一代的是两边对在一起的 二代的是两边朝同一个方向的 仅此而已啊 其他的地方就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区别了呀 对啊 而且这个包装也显然非常廉价的样子 但是不重要啊 这不是今天的主题 好 那现在这两个AirPods呢 这是一代这是二代 这两个都是配对好的 就直接带上就能用了 现在打开OK OK 我们先听一个歌 嗯 一切工作非常的正常 好 所有东西都非常的正常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 换到这个二代 打开之后 直接带上 一切操作也非常的顺心如意 这两个也是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我尝试把这两个OK 把这个一代的放进这一个二代的壳子里 盒上 那我再看一下这个二代的它能不能正常工作啊 OK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那我现在把二代的放到一代的壳子里 那它对放进去之后 诶 它的电量显示 这个壳刚才的电量应该是70%多吧 哇 等会回去再看嘛 现在变成93%了 93%是原来这个壳的电量 诶 那它显示的 虽然显示的是二代的壳 但是可以用哦 好打开了 92 说明它是在充电的吧 好 我现在再带上 哦 成功的配对了 没有问题 这个二代的放在这个一代的盒子里 没有任何问题 哦 现在出来了这个提示 奇怪了吧 AirPods Pro不匹配 充电盒子中的AirPods不属于你 无法一起使用 不是你的又不用 但是它是我的啊 我只不过是没有把它放在对的盒子里 那等会我再把它重新配对的时候 应该可以用吧 会不会就没有这个提示了 我不知道 那我们先再试一下这个 二代里面 它这闪黄灯是正常的吗 好像 你看它听到它的提示是什么 有时候想有时候不想哦 等一下 好像是有一个警告声一样 无所谓吧 它现在也没有弹出来什么东西 OK 我现在戴上耳机 右耳连接了 没有问题 也是能用的 不过放进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奇怪的声音 有声音 就但是它是能用的 应该也是在充电的 它刚才那个显示出来也是在充电 再戴一次 又开始了 这一个 又开始显示这一个充电盒中的AirPods 不属于你无法机器 但是它是能用的 只不过它会一直跳那一个提示出来给你 就是 那这个我们以前也知道嘛 就是如果你把别人的AirPods放到了 因为它们不是在同一个盒子里面匹配的 就 如果把别人的AirPods放到你这里面的话 它是会有这个情况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OK 把它们先放回来 对吧 好的 我们先把它放回来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重新匹配它们两个 就是热之石了 就我也是才知道不久 你要忘记这一个的话 你必须得先戴在耳朵里面 然后才能够开始点这一个忽略此色备 不然的话它不会在你的iCloud上面 你看你要戴在耳朵上 它才会从你的iCloud上面移除 这也是安全的设定吧 嗯 挺好的 OK 这个已经成功的取消配对了 那然后再回到这一个 好的 我已经听到声音了 那这个时候 我把它们两个 换一下 真的 它们外形是没有一点变化的 好的 诶 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这一个 所以又说不属于我了 它属于我 它真的属于我 没有 要我说多少次呢 苹果 不匹配 哦 它就是 我一打开就说是不匹配的 所以我一打开 它就说不匹配 哦 又可以了 我来试一下 试一下 连接 按住 我按了呀 按住了呀 给我给点反应好吧 你这个亮白灯不就是说明它已经按住了吗 来吧 重新来一次 重新来一次 哦 又说不匹配了 那如果我进蓝牙里面会不会找得到 就不用它这一个 背对方法 我直接 放在盒子里面 配对 行不行 嗯 根本找不出来吧 对哦 这个 可 连接的设备里面根本就没有 那我们先再试一下二代里面装的一代 突然觉得好像不太行了 应该 对吧 对吧 它里面没有任何的 可用的东西吧 难道已经被我玩傻了 再来一次 不行它就写着AirPods不匹配 哦 可以 按住后面的电源 这也稍微有一点久啊 所以它们是不兼容的 OK 留级 不是我的 是我的 我花钱买的 85则加8则买的 好 这一个就是根本连提示都不谈 哇 这就很过分了 来 再来一次 那应该就是 那我按着后面这一根 就如果没有匹配的话 我直接把它放到盒子里 它是连弹都不会弹出来的 OK 了解 雪崩 不行 它就是不行 它就不会 不会到里连接 这一个是会弹提示出来 但是 但是它是 不会被连接上 就 我按了 就它会一直显示着一个白的 它就 我就一直按着 连接上了 所以二代的你是可以放到 一代的盒子里面用的 OK 对没有问题 这样子用是没有问题的 OK 但它还是会弹出来这个 AirPods不匹配 不属于你无法使用这个东西 能用是能用 但是 会老是提出 弹出那一个 不属于你的提示 然后让你 有点个异 但能用是能用的 用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只要你每次放进来 它就会告诉你 啊 这个东西不是一样的 无法一起使用的 但是它们两个又是可以在这里面充电的 苹果嘛 合理 然后这个二代盒子里面的一代呢 就完全 连那个显示都不会显示出来 就它一直在这闪这个黄灯 好吧 所以就苹果嘛 就很环保 对很环保 好啦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